現在大家一定說他在哈記想要睡覺 我自己也在想要睡覺 我先說一個笑話讓大家聽聽 大家踢踢神 就是說 有一個黃先生 很愛喝酒 有一天他就 在電視裡面看說 喝酒的重感情會死 他就想說 我愛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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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戒不要看電視 我愛戒不要看電視 這樣很有精神 我 我向美書人的命令 來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這次去美國華盛頓DC 使用的 我們發的台灣公民身份證 很好用 要跟大家敬請說 我們在那裡真的 在那裡 在美國那時候 使用很多遍 尤其在美國的 如果在美術館 他們的美術館保護館都不用錢 但是在那裡參觀要拿身份證 結果我們都拿台灣公民身份證 卡路的都可以進去 都ok的都沒有問題 很好用的 所以 所以就是說 你們一定要相信 這張卡片在美國非常好用 目前我只在美國有用到很好用 所以絕對是美國做的 絕對是沒問題的 因為很多人外面有很多人 把我們毀謹 說我們那是沒有用 那張卡片沒有用 等著垃圾桶 不可以去美國就好用 聽說 近幾年去日本的時候 有我們的通信 拿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新聞證 新聞證 很嚇壞 去 他銀行 要幫他換日幣 他還要換他 台灣公民送證 拿去銀行 換他 和日本證可以用 我還沒在日本證明 我有去日本證明 我現在要跟大家敬請說 就是我們這一次 我們怎麼修容 這個卡片的情形 首先我先跟大家報告 說 我們2008年二月七日 我們就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那時候就是林季欣 林季欣博士帶2808的去美國 美國不要告書了 美國政府要求 美國最高法院要求美國政府要協助 林季欣所帶領的這個團體 去走政治這條路 所以他那時候2008年就跟我們說 叫我們趕快成立平民政府 所以我們那時候成立的 2008年二月七日成立 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剛開始的名字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他們美國相對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後來他們美國軍事政府 為了要簡稱 他好說他們叫美國軍政府 我們為了要解公的那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說台灣民政府 其實 以前的名稱 正氣的名稱就是台灣平民政府 台灣平民政府 再來 在那個 2010年四月二月的時候 我們有在台北京一個 台灣民政府舉辦一個全球代表 大會 當時參加 有 農民黨民主黨共和黨頂頂的黨派 有選 主席出來 後來 我們在2010年七月設施的時候 就是這裡 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接受美國的要請 在美國華盛頓DC 設立辦事處 我等一下 有時間我幫大家看 看我們辦事處的商品 我請問一下 有在網路 有看過我們辦事處商品 那種的人 有很多 人有很多 我就不要再放 那 這樣嗎 好 沒有時間 好啦 好 我們這次去美國 我們有像辦事處的 有機子 協助 等一下 幫大家看 2010年九月設施 當年九月設施 美國官方 邀請我們 邀請我們台灣民政府 共同基盤一個集會 給美國民體行論說 是送美領以後 台灣人最快成功的集會 這就是我們台灣 地位進行方 很重要的一個 旅程碑 讓我們台灣來人 記得很大的希望 這塊就是我們 第一邊的集會 的狀況 因為那時候 台灣民政府 的華麗學院 還沒成立 那時候我們都在找 地點 還沒找到 那時候 尤先生還沒 還沒有遇到尤先生 然後 那時候 資金也很少 那時候 要去的人 跟民主黨 組在一起的人 大概只有二三十個人 所以 只有十幾個 參加這個集會 那時候 參加那個集會 就要十萬塊了 因為我們都沒有攝影 沒有錄影 那時候 也沒有那個 那樣記 是美國官方 將那個集會 實況傳把我們錄起來 上後民主黨 民主黨 有COP幾百塊 那些資金 應該還有 你們要看嗎 有放一份 給你們看看 好嗎 因為 可能 這在網路已經都沒有了 放一分鐘 一分鐘 好了 因為 公廚十幾百 不要一次放 一分鐘好了 前面一小段就好了 我繼續說 他等一下用好 那時候 後來就是美國把我們COP 給我們 我現在說 要跟大家報告 說 我們每一個說的 都是真的有證據的 腳踏實地去做 不是都用黑白講的 再來 後來 我們在2011年 1月10人 我們就成立 第一次法理學院就正式成立 第一次法理學院正式成立 一直到今天已經三年完 這三年完 我們有分年三千幾個 美國法理學院很高興 美國法理學院很高興 他想不到 我們有辦法撐三年 他想說 我們完全都沒有經費 完全沒有經費 所有的經費都是 學院這樣來 就是 大家都收金這樣起來 想不到 他想說 可能我們完沒有幾個月 結果完不曉得 想不到我們撐了三年 還訓練三千多個 所以他就要求我們去辦 第二次法理學院 當然我們第二次法理學院 我們一定有一個目標 我們要求美國要給我們一個旅行證件 比照流球模式 給我們台灣的公民 或是國民 你這裡有清新的情人 都可以 都可以拿出心情 我們需要一個旅行證件 我們不需要用中華民國的護照 不需要用立方政府的護照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是這個公告 就是我們的主席去宣讀這個公告 當然目前他要不給我們恢復 有啦 這半集不要 快點 可以快速轉嗎 好像時間就等了 快點 直接放到九會那個場面 這是前面的那個 不知道我就直接放到九會 一二五零就是 還放過 放到九會 讓大家看一片就好 好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 努力 你做的 政府是做的 我認為 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去建立 台灣 最多的 美國的國家 有 歷史的 歷史 台灣 台灣 我看來 我看來 看來 一個很大的 聯繫 跟台灣人 和 美國人 所以 你覺得 這是一個很豐富的 台灣人 你怎麼看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effort I think it's 能夠再快速轉一下嗎 這樣就好 我們九會 那一陣子 美國的方法 很多人來參加 好啦 這樣就好了 讓大家知道 好 把它切掉 好 謝謝 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人 你不要看最多 就是 那個 蘇妹那裡 他那裡有 你可以看 或是網路不知道 有哪裏嗎 我是不知道 我剩一塊而已 那塊我是老在說 我自己留作紀念 所以 第二篇 會集會 我們在 我剛才說到 2011年就是 正月十六 跟我們成立第一次的 法理學院成立 法理學院成立 是因為 我們從 20000 一直到 2010年 這個時間 我們一直去找 地方 因為 聽到台灣民進府 都不敢做人 不然做金很貴 當然我們就做不去 有一次來 政治到阿公就帶了我們的 處處 游先生去聽民主長的演講 他聽到他很認同 民主長的理念 他就說 他有這棟大樓 幾十 一二十年沒用 他要讓民主長輸用 民主長來看看 就是說 都半徑 其實你們現在 坐的這個 10徑就是半徑 這幾十徑 五六徑的半徑 講到 民主長說 半徑那麼多徑 大樓的場所 可以做教室 說真好笑 可能還要找到他 游先生聽完而已 隔一天 都隨便叫高人 你們現在坐的 整個都講到 房間都講到 再叫他來看 當然民主長就很煩 很討厭的 想不到游先生 避移更積極 當然阿蓋都一定用這個 已經開始掙燒 掙燒就花幾百萬 然後一路下來 大家走得很辛苦 從第一階一直走到 現在我七十幾屆 八十幾屆 八十屆 我想不到 我們有辦法撐三年 真的不簡單 所以美國他就很高興 他說 從歷史以來 外國也不像我們這次 外國也沒有 完全沒有人的資源 我們自己都 有辦法這樣運作 不簡單 所以20三年後 這是 三年後 2013年九月初六 他又邀請我們去辦 電視片的酒會 待會兒我給你看 我們第二次酒會的狀況 他當初他說 我們2013年辦 還那麼大的酒會 他甚至我們邀請ABC 電視電波網 2012年 撞完美國總統歐巴馬 那個名主持人 蘇哥修門 來跟我們主持 這天 是真的 本好台灣人熱烈 唱好的 匯中的主席 正經 正更現召 正更主席 正更主席 他有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待會兒 有時間的時候 我跟大家 簡單介紹 他的演講內容 現在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 我們這次去酒會 我怎樣 我們這個卡 我們是怎樣去利用的 我們的生物證 這張卡 因為本來 我們是按照十八的人 要去而已 後來報名結束的時候 紀念有三十二個人參加 三十二人參加 三十二人參加 秘書長就覺得 大家都很重要 對一個改三點都很可惜 他就說 不然他想辦法 讓我們三十幾個都去了 跟我們分成兩隊 第一隊就是十八的人 潘信信副主席 十八的人 第二隊 我們就趕快再去 搶購十二張機票 第二隊就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 另外兩個人 就已經 就是葉祖長跟他們兒子 就先去美國了 他就提早去美國 安排一些吃的 還要住的工作 我很幸運 我參加第二隊 我大家報告第二隊的進行 對 因為 那個 我們就是 就是去年 九月四號 才到九月 齊時 九點作為 我們就尾湯基長 背後東京基長 我們所有人 都尾湯 背後東京基長 然後 背後東京基長 尋找兩隊 第一隊就是 潘信信副主席 因為 帶十八的人 背後東京背後 底特律 然後 再從底特律背後 美國 華盛頓DC 雷根機場 第二隊就是 從東京背後 亞特蘭大 然後 還從亞特蘭大 背後 美國雷根機場 我們就是 又說雷根機場 大家都不要出去 三十的人都 被桌子 跟大家一起出海關 這樣 我們就很幸運 從東京 很幸運 就坐上了飛機 然後 飛到雅特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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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來到雅特蘭大 記錄的時候 我們看到 他的機場 海關的大廳 那個人 很多 比我們今天的人 差不多 兩倍三倍以上的人 整個大廳 都是人 我們看到 都看到 我們背在最後面 如果要出海關 背到來 不知道一定 要超過兩小時 他兩個小時超過 但是 我們的飛機 又四十幾分 就要去飛了 賣付了 那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父親就跟我們說 會怎麼樣 這樣飛機 如果坐不到 下一班飛機 不一定有十二的位 有可能出兩三的位 就要幾十百的飛機 到我頭十二的人 都做了財 財 就一定會延誤 後來 我們 潘良華副主席 他就說 他那裡有邀請函 英文版的邀請函 他保管 他說 不然我們試試看 拿那個 我們邀請函 我們邀請美方 我們要辦酒費 邀請美方的官員 來參加那個邀請函 寄票 跟我們的身份證 我們的台灣公民身份證 他說 不然你試試看 我們來 跟他們的海關官員 溝通跟他們說 我們飛機要去飛 看能讓我們有什麼 快速通關的方式 那因為夫人在國外住了幾年 外公得好 所以我們就請他去講 看看 他記得就說 好 他要去試試看 結果 結果跟海關官員 溝通沒多久而已 一時候差不多十多分 他就跟我們握手 來來來 他說旁邊整台 要開一個整台 讓我們走過 這樣 我想不到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第一戰的外交之戰 幾年十幾分就達成了 很不簡單 你說今天 但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他們的外交官 可能也沒有這種能耐 然後我們就自己的 從旁邊慢慢走 海關他怎麼看 看 如果我們沒有問 就我們十幾個人 十幾分鐘就全部Pass過了 就全部過關了 當然我們就很順利 坐上了飛機 然後 背到雷根機場 跟他們在雷根機場那裡 大家會坐 這就讓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 我們在雷根機場那裡 的狀況 再來這就是在雷根機場的大廳 那裡大家在那裡合照 我們就大家在那裡合照 然後出去了 這個 第二天我們就在四季酒店辦 那個招待會了 我們 四季酒店的那個 員工 我們怎麼不去之前 他就先把我們掛國去掛好 還有他們的那個 這裡有一個 台灣Cever Government 華盛頓Live 他就是說 我們在那辦的那個 華盛頓現場的那個 第幾個什麼廳 然後早上六點 晚上六點半到九點 他的公告欄也把我們掛起來 那酒會開始的 這就是我們的雷根主席 這就是Squad Schumann的主持人 2012年訪問歐巴馬總統的主持人 主持在那天 他就發表一篇這樣的演說 就是要求美方要 要求美方依照 流球模式 讓我們旅行政見 這就是我們辦公室 我剛才有說要介紹大家辦公室 1250 1250就是我們辦公室 那個大樓的那個編號 路牌的編號 都要1250號 一些早期的通信 他就先在那拍照 因為他要去那間大樓 他有兩個關口 兩個所謂 第一個所謂 他 我們要先拿我們的政兼 所有人 我們30的人 所有政兼都先拿給他 他檢查 還有過電腦沒問題 沒有問題 他就每一個人都發一個牌子給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掛一個牌子 我們牌子後 第二關 他又把我們檢查收生一下 怕我們帶一些武器或什麼 怕有基金分子帶一些東西 因為他那間大樓 不是我們台灣平民政府在那裡 他和伊拉克平民政府 他收軍事占領的每一個國家的平民政府 都要有設一個辦事處 所以一定有很多 可能會有基金分子也會混進去 所以他檢查得很嚴格 然後過了 過第二關之後 他還讓我們坐電腦去我們的辦公室 去我們的辦公室 他每一檔 他每一檔 小小金錢沒問題 但是都有一個會議室 哪一個國家哪有臨時需要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能借用他的辦公室 所以我們一檔 三十幾個去 我們借用他的會議室 在那裡做一個臨時座談會 這一位先生就是政治道阿公 他第一邊跟第二邊的交會 他都有參加 我們其他人都只參加第二次 只有他有一個人參加過兩次 就是政治道阿公 他對民主黨對很久 夫人 教官大家坐在那裡開會 這就是大家說 我們辦公室裡面有掛牌子 台灣平民政府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這張就很清楚 台灣平民政府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雖然辦公室沒有大間小小間 這一個月要十萬塊的租金 也付好幾年了 也是很辛苦 我看大家穿得很辛苦 每一間辦公室都這樣 就是小小間小小間 然後警衛都很森嚴 去的通訊 好不容易坐十幾點這樣分開 所以大家都在那裡拍照留念 這就是正根主席 我們的正根主席 他就是 正根主席 他就是一個日本的 他本來在台灣投醫學院 他是在我們台灣小孩 台灣投醫學院 他去日本 投醫學博士 然後留在日本生醫 他現在目前是 日本的腦科的權威 這次我們交費 花了二十幾萬美金 不包括我們的車買費 我們坐車錢 是我們私人自己出的 他一個人就出十萬塊的美金 其他台灣民政府 扣十萬塊的美金 這就是我們那裡的狀況 我們這棟大樓的外觀 為對面協助的 這個地方叫做美國聯邦政府大樓 就這一棟 他這棟大樓就是 他只要他美國軍事 占領人和一個國家 他都會在那個 邀請那邊的國家 在他們這個大樓設一個辦事處 因為美國華盛頓DC是 美國所有重要的機構 都在那個地方 他有什麼事情 跟那個辦事處的主任連絡之後 他就傳回他的國家 然後這樣做一個 中間人的聯絡的一個角色 像美國軍事佔領伊拉克的時候 他也在這個地方 設一個伊拉克平民政府 這其中有一件也是 伊拉克平民政府的辦事處 都一樣 當初麥克阿蘇 占領日本的時候 他也設一個日本平民政府 一樣也是有 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不去叫民進黨 國民黨 還是台南黨 去設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為什麼要用林志森博士 所帶領的我們這個團體去 因為 我們這個團體就是去告美國 他知道我們 知道我們台灣 真正的國際地位 只有林志森博士 他所領導的這個團體知道 所以也是我們去告他 所以我們才有 他才會邀請我們這個團體 在那設一個平民政府 他就不去邀請國民黨 民進黨 是這個原因 這就是我們大家在那外面合照 再來我跟大家報告 說台灣民政府 他是中心在美國本土的 台灣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一個美國的政府機構 像現在 現在在那個IT 在我們台灣IT 那是 在美國是美國的民間的組織 所以中華民國 他是跟美國民間組織去聯絡 他們有什麼事情 跟他們聯絡到 但是 我們 我們是 是美國政府機構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那個組織 我們是一個美國 跟他們政府機構 在做聯絡的 是USMG 是美國他們政府的機構 所以我們台灣 真正名稱應該是 是台灣軍黨美國民政府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軍紀股 三好平條 有第23條的規定 也是以前 學者的 贊領義務 所設立的一個 諮詢機構 所以一切的費用 本來應該是 美國國防部要跟我們籌簿 但是 國防禦為止 都是我們自己去張羅的 蠻辛苦的 張羅都很辛苦 再來 我們會中 曾根主席 他有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演講內容 我跟大家進一步說明一下 就是說 日清馬官條 之後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平和領土的主權 日本政府 會隔壁到台灣軍 都會關學款 太平洋建進之後 日本政府 放棄台灣軍 都會關學款 可是 日本天皇 並無比要求 放棄台灣軍 都領土的主權 所以日本天皇 對台灣領土的主權 至今是都不便 直接跟大家解釋說 一清條 清條 台清帝國到 台日本 台日本 帝國去前 燒爬 一要有戰爭 結果 帕書 帕書簽了 馬官條約 台清條 帕書簽馬官條約 剛開始 她的馬官條約 她是誰說 台清台風帝 要將奉天 台灣 佩洪 冠牛 台日本台風帝 但是 那個時候 蘇聯跟帝國 跳出來的抗議 她說 奉天 就是 現在的遼東半島 她說 是在清條的國土 你不可以隔壁 因為 有人跳出來抗議 所以日本天皇 他們當然也是要 軍紀萬國共產黨 所以她就將奉天 行為清條 當然清條 沒有沒有 用一些黃金 背上日本 但是 台灣跟平洋 為什麼可以隔壁 給日本 因為台灣跟平洋 不是清朝的國土 是她的擴殖地 擴殖地 是比殖民地還要小 所以她可以隔壁 一直到清條 就開始經營台灣 到1937年的時候 台日本 對國就實行 華民化 華民化 然後一直到第二 世界大前 她打書 打書的時候 不要再說 她就去日本 接受日本的投降 但是因為日本 那時候 她的國土很開 琉球 台灣 那時候 立賓印尼 還有主島 北方四島 都種她的 不要再說 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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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她的國土 她去到日本 設立一個日本平民政府 而且是很長時間來用軍事 用那個 她軍事政府的管理 將她的憲法都把它改掉 改成現在的小日本這個憲法 她的小日本憲法 管轄區 只有北海道 四國 九州 本州 四個島 還減附近一些小島 而已 她本來的東西 她本來的國土 都把人 都把人 讓人家去占領 軍事占領 像北方四島 給索連占領 主島 給韓國占領 然後 琉球 美國的軍事占領 台灣派 她就將一些集團來占領 減阮 當初 將她 她是阮南 還有台灣 澎湖都給蔣介石占領 但是因為蔣介石去阮南的時候 做很多措施 海西阮南兩百萬的人口 那可能以前就有說過 她現在集團去 從 那個 外南那邊的 竹子 道子 全部都人收割 她的百姓都沒什麼吃 沒怎麼搖死兩百萬 所以她越南很恨蔣介石 那時候死很多人 所以 她那個 她的國父 她外南的國父 就是 胡志明 胡志明 胡志明跟她 去 叫法國 來將蔣介石 看出去 她說我外南 甘願 變成你法國的殖民地 也沒有 蔣介石集團 關 所以外南 法國就說 說得 他們 當初談什麼條件 我不知道 法國就 接受 就是 應他要求 來將蔣介石 看出去 所以法國有 統治越南一段時間 這說得很長 可能時間不夠 因為這種原因 蔣介石集團 來 佔領 台灣 紀元 佔六十七年 但是 依照國際法 去軍事佔領 日本七年 就走了 所以 現在日本 小日本 它只有管轄區是四個 只有這個四個地方 所以近景 麻生泰蘭 日本的前首相 麻生泰蘭 走去蘇聯 要去討北方四島 結果 蘇聯 拐桌 跟他說 你日本 憑什麼 來跟我要 他說 你回去討國際法 討國際法 你去看 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沒有資格來要 後來就是 安倍晉三 請他的秘書 來跟我們秘書長 請教我們 請教日本的 國際局勢 國際地位 秘書長跟他教 你要修改你的憲法 修改你的憲法 變成 你恢復到 你大日本帝國 那種 狀況的時候 其實他跟我們一樣 以前叫做 日本平民政府 我們現在叫做 台灣平民政府 都一樣的意思 要修改憲法之後 然後 你才有可能去 要回你以前 失去的那些國土 所以安倍晉三 他上任第一行 他就是一定要修改他的憲法 那是很重要的 我先給大家報告到這裡 那個 你幫我放 現在因為我們是電召 現在給大家報告一個美國的政府組織狀況 簡單給他介紹一下 美國 他聯邦政府 他是 他有五十個州的聯邦政府 五十一州的聯邦政府 美國聯邦政府分三個大部門 立法 行政司法三個大部門 美國憲法對每一個部門的 這款 都給他很明顯在規定 我先跟大家介紹 行政就好了 立法跟司法 會有議長他們跟你解釋 我跟大家解釋 那麻煩你 直接跳到十二頁好不好 十二 OK好 這個 他 我們說的行政 美國行政 他的規模 遠遠超過聯邦政府 其他兩個部門 我為什麼要跟大家介紹美國 我們可能會介紹一部分 因為我們制定一個新的憲法 我們制定新的憲法的時候 我們可以參考 進步國家 他們的目淨的狀況 現在我先跟大家介紹美國的狀況 再來說第二項 美國總統是行政 這個行政部門最關的領導人 人期四年 副總統跟總統同時動算 一旦總統如果起勢 總是工作零零或是讓坦克定罪 你做到百變的時候 副總統繼任總統 雖然行政部門跟政府 其他兩個部門的管理最頂 但是總統在政府當中的部門當中 是享有最大的個人的管理 這是美國白宮 美國華盛順DC 就是他的特區 零行的16公里 有白宮、五角大廈、國務院 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他美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他們的客戶都是集中在那裡 然後美國總統說 美利堅合眾國 他國家的元首稱為總統 總統當時是美國政府最關聯 領袖和三軍的統帥 他軍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第二條第一款 總統他需要半三十多歲 孤寄在美國十四年以上 也一定要是出身 自然出身的美國公民 就是他說一定要在美國出身的孩子 通常被解說出身的時候是合眾國公民 那些是在憲法通過的時候是美國公民 當然他剛開始 美國剛開始他還沒有制定憲法 那時候有很多 從中國或是從其他國家移民去那裡做工的 蓋鐵路或是甚麼做工人 那時候還沒有憲法 但是如果他有制定憲法通過的時候 那些人如果沒有離開美國 然後還留在那裡 他就變成很順利成長的成為美國公民 講的可能是那些人 美國官一行中 唯有總統跟副總統他們兩次 唯有出席的時候是合眾國公民的認識要件 這只有對總統來講最重要 其他可能的那個關就沒有那麼大 不用那麼重要 沒有那麼沒有那一種規定 總統的管理和政府 有包括人民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和會急的聯邦法院的法官 但是所有人民要得到參議院的確認跟批准 一定要成為參議院來批准 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部長 和直屬機構的負責人 所有人民必須要得到參議院的確認跟批准 任任務中部隊的總司令 總統他是民意上國家的援手 總統他有談判簽署國際的條約 以及跟美國印第安部落的條約 他有簽署這款的人 但是這條約經過參議院通過減批准 否決國會通過的立法的提案 審便或是凡事一行聯邦罪的出發 但是坦克罪除外 美國副總統 美國副總統是總統的第一繼任人選 檢任美國的參議院議長 總統會接班的程序 國土安全部是聯邦政府當中 尚改新的內閣支部 政府部門的成立日期 具有很重要的日期 原因是當總統身亡 或是算是工作能力的時候 由副總統來繼位 但是副總統他沒辦法繼任的時候 接任總統職權的順序如下 眾議院的議長當然 本來是要參議院議長 但是副總統兼參議院議長 所以副總統沒辦法繼任 當然再來就是眾議院議長 再來參議院臨時的主席 再來各部門的部長 依照各部門成立日期的順序排列 國務卿當然是拘手 再來 美國聯邦行政部門 總統和副總統領到的行政部門 有15個部 還有多個專門機構 他們構成日常所說的政府部門 這些部門的負責貫徹執行法律 提供各種政府的服務 美國聯邦行政部門是美國聯邦行政機關 裡面最古老的最古老成立的主要團體 就是說有美國國務院戰政部 美國財政部 這都是他們最古老的那個成立的機關 他都在1789年 1789年 最初沒有幾個禮拜裡面成立的 每一位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 首長 軍事受到政治任命的美國內閣部長 從1792年開始 聯邦法律規定 內閣部長制定為美國總統 繼位順序 跟要求的行政機關 所以內閣部長也有機會做美國總統 美國有15個部門 我跟大家介紹 第一部門就是農業部 第二部門就是商務部 第三部門就是國防部 國防部 第四部門就是教育部教育部 再來就是能源部 另外部 再來就是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國土安全部 國土安全部 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內政部 司法部 勞工部 國務院 再來就是運輸部 財政部 再來就是退伍軍人事務部 退伍軍人事務部 對內閣也很重要 因為他們 他們最大的職業 最大的職業 就是美國的軍人是最多的 他們很多年輕人的志願 裡面就是在做兵 上述的各部門由總統來任命 我講下去 並經由參議院來批准 根據法律的規定 部長是總統內閣的成員 是總統是雙關領域的顧問 總統可以讓某一些高級的行政官員 享有內閣的地位 再來司法 司法 我們可能有司法 司法那個我們的大臣 來跟大家解釋 我今天簡單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好可憐10分鐘